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一个让你看到金钱真相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道森和福说的 内向的人更容易成功的六个原因 在人与群居的社交媒体时代 每个人都很难忍受孤独 仿佛不社交就失去了生活的灵魂 但真正强大的人早已放弃无效社交 专注自身成长 古神巴菲特提到成功的要诀 是独处带来的专注 而内向的人正好拥有这一点 巴菲特用行动告诉人们 成功不仅枯燥而且孤独 他每天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独自一人身处书房或办公室 将大量时间用在阅读各类新闻 财报和书籍上 在成为沃伦巴菲特纪录片里 可以清楚看到 他的办公室没有电子产品 只有身后书架上的书 和桌子上的新闻报纸 完全不会受到打扰 内向的人独立 富有创造力 部分源于他们能够独立的勤奋工作 他们是一个团队中有价值的一员 他们喜欢独自工作 内向的人 大多喜欢像读书写作这种 可以独立完成的爱好 多年的磨练让他们能够 做事注意力高度集中 习惯深度思考 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高度专注 在日常不会把时间花费在交际上 也不会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的魅力 但是他们对自己是有着明确的规划的 哪怕外界的议论声再大 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 因此更容易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绩 人这一辈子 能做好一件事 做成一件事 就算成功了 比尔盖茨一生就只专注做一件事 就是微软 乔布什只喜欢他的苹果 春上春兽只专注于写作 最终他们都成功了 人怕入错行 有些人好高骛远 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好 还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每件事都想试试 别人做成功的事 他认为很简单 而也尝试 最终失败而归 而性格内向的人 一旦专注做某一件事 就会付出百倍的努力与热情 不达目标 绝不放弃 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让人佩服自己 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半途而废 似乎有一种 不成功变成人的英雄气概 一万个小时定律 被他们诠释得淋漓尽致 或许 你也可以试试 你认真做一件事情 一万个小时 也许 你也会成功 对了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免费 获得有智慧长书送出电子书 道声和服给年轻人忠告 记得看到最后哦 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杂音的时代 你有多久没与自己对话了呢 内向性格的人 关注自己多于他人 因此十分了解自己 内心往往强大而坚定 因此更能尊重内心的想法和追求 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们热衷于自我反省 关注内心多于外界 更愿意静下来与自己对话 关注自己想要什么 如何实现 很多人不懂自己 想不同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最了解自己的人通常只有自己 但有时候最不了解自己的人 也是自己 一旦你无法好好认清自我 弄清楚自己内心到底怎么想的 就容易迷失在人生的旅途中 久久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 举例来说 大部分的人在出社会的时候 仍旧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好好了解自我 如果能在学生时代就弄清楚自己 就可以少花点摸索的时间 及早踏上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你必须了解是什么东西阻碍了自己 才能将这些绊脚石移开 在逆境中 只要自己的信心不倒 短暂的挫折就无法成为阻碍个人成功的绊脚石 独处不代表寂寞 于是我开始搞懂我自己的作者男人书指出 与自己相处时 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越来越爱自己 也会更坚强 懂得享受独处之人 通常也比较能做出让自己幸福的决定 每个人都必须好好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如此才不会虚耗时间 将自己的大好时光浪费在虚度之中 认识自我可以从与自己对话开始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那么你一定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把不喜欢的事情通通立出来 再反向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 通常就是答案 人往往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沉浸下来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此时的自己没有人打扰 也不必在乎外人的眼光和评价 将自己的思想全面释放出来 为创造力的生长 营造最好的土壤 只有内向归因 才能向外成长 懂得自行 是一个慢慢变好的开始 与你认为的恰恰相反 内向人反而可以成为很棒的领导者 你也许不喜欢说话 但是内向的性情 让你知道如何尊重他人的需求 如何进行战略性的思考 如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内向的人往往能够在管理团队中的外向者时 很有自己的一套 据调查 40%的美国公司高管都是内向者 内向的人善于观察 富有同理心 因此往往能很好的知道如何尊重他人的需要 如何与下属进行恰到好处的互动 因此更能在管理团队中展示自己独特的领导力 他们想清楚再说话 凡事有理有据 浮躁的时代 这是个很稀有的品质 不过常常被误以为是害羞 不爱表达 而内向的你只是更加谨慎 自己都没理清的事 干嘛要说出来扰乱别人 内向的人不会轻易地参与公开的讨论 如果他们被迫要参与到讨论中 他们可能会结巴 内向的人总是在倾听 思考在谈话中说什么 他们会小心地说话 当内向的人有机会说话的时候 他们会矩争自着 希望说出的是重点 他们善于观察 能够慢慢看透事情和问题的本质 内向的人会特别注意他们的环境和周边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善于观察 他们能够注意到他人的成败 并选择去做那些让他们成功的事情 未必不能做的事情 内向的人更合理地利用时间 他们不会花费在不必要的词语上 而是更愿意花时间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一个拥有良好语言 且能够表现出自信和能力的精力 实际上可能无法真正做出决策 而仅仅是给人一种忙碌活动的印象 内向者在与下属的谈话中更有礼貌 他们通常不轻易在他人面前展示冲气火机的样子 2020年进行了一项研究表明 员工非常欣赏那些有能力贬低自己的优点 而不是夸耀自己的人 内向的人不会试图压制他人 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指导下工作会更舒服 经常关注内在和热冲思考 让他们通常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 因此更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执行力 沉着稳重 自律且自控 最值得信赖 会是非常靠谱的合伙人 具体而言 对于那些特别内向的人来说 他们普遍有更敏锐的感受力 觉察能力 不论是对外部的环境刺激 还是内部的情绪体验 他们都比常人感受到的程度更加强烈 这也是造成很多内向者负面情绪产生的原因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他们会很快察觉到对方脸上的不悦表情 同时也更容易体察到自己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因此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 而对于旁人来说 这种情绪觉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心理学家认为 这种高感受性 能使内向者更快地捕捉到一些细枝末节 让他们办事更加精准 或者更全面地感知觉信息 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 并充分发挥其优势 并能有更敏锐的洞察力 更能看到问题的根源 推特的多尔西正是这样一个内向的人 他曾说过 我是希望想好了再说 因此说话的速度并不快 我希望自己所说 正是心中所想 对事情的深度思考与总结 令他的社会洞察力非同寻常 一旦开口说话 总会逻辑严密 滴水不漏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我成功并不是因为我聪明 而是因为我花了更多时间来钻研问题 内向的人不会为家思考就着手去做 他们天生就谨慎 特别是有危险的事 内向的人会尽可能提前准备 因为他们不希望突然看到不好的结果 性格外向者更轻于冒险 相反 性格内向者则会选择更加稳重的方法 而这一点恰好能成为创业者的优势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创业者来说 风险都是无法预估的 性格内向者擅长权衡利弊 在是与否 做与不做之间的摇摆不定 降低了冒进带来的风险 研究显示 内向者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更加活跃 这是专门负责学习 学测 记忆 解决问题的处理区域 所以内向者会相对更容易对那些高难度的科学知识和社会运行规律感兴趣 内向的人会用更多的时间独自处理问题 而独自工作恰恰是想办法的必要条件之一 实验证明 几个人凑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想出的点词会更具多样性 但在质量上往往会有些折扣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被认为是一个内向的人 但是他也是一个需要定期在一大群人面前演讲的人 他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 内向的人在公众演讲上做得很好 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 原因就在于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 尽可能确保展示最佳状态 被同行认可 善于倾听的人才是真正会交际的人 注意听 给人的印象是谦虚好学 是专心稳重 诚实可靠 有不少研究表明 也有大量事实证明 人际关系失败的原因 很多时候不在于你说错了什么 或者应该说什么 而是因为你听得太少 或者不注意所导致的 戴尔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写道 专注的倾听 鼓励他人讨论自己 才能使我们变得健坦 倾听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 从而自如流畅的自我表达 或许从你的角度看 直至倾而聆听 但是在对方的眼里 你却是一个很好的健坦伙伴 你事实的点头微笑 应声附和 都能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和理解 认可和接纳 从而产生一种互相信任的 亲和力和感染力 使内心的烦恼和迷茫 被倾听消声无息的治愈 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两种倾向 本身并无优劣之分 内向的人很值得信任 因为他们最会保守秘密 大家知道你不会随便平头论足 也不会四处散播 内向的人主动拒绝无意义社交 对于他们而言 自身特有的观点和想法 往往与社会常规意见相冲突 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和他人解释 耗费过多时间成本和精力 内向者们与生俱来的共情和倾听的能力 会使他们成为朋友愿意深入交往的对象 这样的品质 为他们赢得了极好的深度的人员和深度的人脉 很多时候 喜欢孤独很可能会被看作社交场合的局外人 但是那些真正干大事的人 看起来都不太合群 好多伟大的艺术家 哲学家 都是社交上的低能儿 性格怪僻冷漠的脸书创始人 马克·扎克伯格偏爱独处 可以一个人三天不睡觉 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推特创始人之一 杰克·多尔西继承了工程师一贯的扫言寡语 即使开口沟通交流也总是语速迟缓 中国社交之父张小龙 更是孤必大连公司的例会也不愿参加 他说参加会议挺浪费时间的 我不反对开会 只要我不在场就好 从某种程度上讲 孤独是强者的行为方式 相比孤独 他们更无法接受自我精神上的评级 因为丰富自己 远比取悦他人有意义得多 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 均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甚至音乐家贝多芬 莫扎特等 直到时候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病 所以阿斯伯格综合症 又被称为天才病 天才基因 就像画家兼导演的史泰隆所言 人追求理想支持 便是追入孤独之际 内向不是一种病 而是一种等着被开发的天赋 那些擅长延展思维 提出创造性想法的人 往往有着极为显出的偏内向成绩 这是因为独处诞生创造性思考的关键因素 因此 阿尔文选择自己一个人漫步在小树林里 而断然拒绝了晚餐派对的邀约 乔布斯的合作者 史蒂夫·沃茲尼亚克 发明了第一台苹果电脑 他当时正一个人独自坐在惠普公司的机柜旁 正是这个内敛不擅长社交 但为人忠厚 勤奋苦干行的技术男 翻开了个人电脑历史崭新的一页 对于内向的人来说 独处是他们赖以呼吸生存的空气 独立思考是他们的力量所在 他们在独处中放飞自己的思想 我不是在社群共处中 为了迎合其他人的看法而处处侵蚀自己的想法 做出身不由己的行动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 Bye 拜拜